大家好,又是暴雨露,long hair on air的时间 快必现在应该在女次国修画所 现在应该可以见到律师,或者探到她的家属 当然了,法官不让她保释的理由那么差 如果有律师帮她,或者去高等法院拿这个保释 应该可以的,是吧? 因为那个理据是太差,不让她保释 但是其他人就不是这样 因为大家可能都会记得在8月底的时候 8月底的时候就有些十几位的香港年轻人 据说是因为偷渡 据说是偷渡被中国海警署捉到,通报 大家才知道原来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也很好笑的 其实是吧? 这个邓炳强本身是国安委员会的人 也是警务处处长 亦都是负责去追缺犯罪的人 竟然没有人通知她 她自己说我都是看到报道而已,是吧? 那里真是笑死人 后来这个大公民会不断爆料,所谓爆料 灰營灰星,有了图民并谋 这样才知道原来中国海警正式通报 那这班人,这班这样的朋友 就现在在深圳的盐田看守所的 两个星期了,没有人知道她的下落 也都没有人见过她 在这个情况之后 唯一看到她的应该是律师 因为在这个中国的认法里面 家属就不可以见到 直到,老实说,直到坐牢 她才会让你见到,要么就放出来 只有一样东西 就是如果征办的机构 是觉得家属见到那个嫌疑犯 是会让她帮助指证其他人 或者认罪就可以了 即是说,你有什么可能见到呢? 唯一见到就是那个家属 叫一个律师 请一个律师进去 才会知道 那个 那个 当事人 那个所谓的嫌疑犯 到底有什么事 那就真的请了 因为香港人都很紧张这件事 觉得华言,你这个有没有做事 特区政府 其实请了很多位律师 不过有两位才可以 另一位就是盧思卫 另一位就是任全牛 另一位就是任全牛 两位都是拿着公正书去的 不过就说不好意思请回 因为我认为这张公正书可能有问题 最牙烟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卢思卫 这位就是在四川 下去深圳帮忙的 就说他有两位律师 即是你代表那个人 有两位律师 那卢思卫怎么搞错 是不是? 没理由的 怎么会请到律师呢? 大家有不同的意见 据说他就会去深圳的公安局 和相关的部门去抗议 另一位就是任全牛 任全牛是从河南来的 为什么要不用广东的律师 因为在大陆来说 如果你请外省的律师 因为他们的律师执照 就不受威胁 因为所有的律师执照 都受他们本省的公安 检察 法院去管 所以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这个任全牛呢 就从河南来 即是千里封尘 下来 下来他都说了一句话 就是说 其实在河南省那里 已经跟他说了 你不要接这案 这案子很复杂 有影响 叫他不要接 所以问题就是说 虽然现在在香港 是已经据说 委托了香港的律师事务所 去聘用大陆的律师 去聘用大陆的律师 但是 你看到 泥牛入海 撞到一块石头 没有办法享有这个 应由的权力 尤其是最恐怖的是什么呢 就是所谓有官办律师的问题 就是说 你自己想聘用的 就聘用不了 那个律师本身是由政府给你的 这个政府给你的律师 帮不帮到你呢 我相信跟家属 差不多 就是说 如果你是 会 劝他认罪 或者是 指认他人犯罪的 那就 会有个律师 他劝你 帮你手 那这样的事情 怎么会发生的呢 是不是 就是说 在大陆 发生这些事情 就是因为有大陆的 刑事訴訟法 刑事訴訟法 就是这样规定的 当然 这些刑事訴訟法 都会 这么差的刑事訴訟法 分分钟都会被人 再踏多两脚 那其实 我们 就是 香港 和大陆 是有这个 通报机制的 就是 譬如 有人死了 或者有人被人扣押 那 就会 通报的 有规定 我不在那里讲 有三级的 其实在2018年 应该是 2月左右 通过了一个新的程序 那这个程序有什么用呢 那时候 李家超就是这样说的 就是说 大家看着 就是 通报安排是 为了保障 港人的法律权利 让受到刑事强制措施的 两地居民家属 能够知道有关情况 然后 红色的 能够聘请律师进行维护权利 程序 这个就是 2017年 李家超 去签订新的通报机制 的时候 接受传媒访问 这个 就是 我走了 那些红字大家看到 那现在我想问 到底 这个通报机制 帮不帮到手呢 帮不到手 是吧 是吧 人家单方面通报了给你 一声 用海警宣布 跟着 行礼如意 怎么做呢 是吧 这个 其实 我们有 对口单位 所谓 大家可以 商讨 或者是滑船的机制 但是这个当然不会做事 是吧 李家超本身 也是国安委员会 即是国家安全委员会里面 坐的 郑若驊也是 这个 PK等 邓炳强也是 你说这三个人 怎样帮到手呢 其实还有一个 就是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的局长 这个局长就是 曾山 曾山就很出位 曾经就是说 他做这个入境处处长的时候 因为说 周围去 这个 帮手那些 滞留了外地的 港人 就是在那个疫区 在其他地方回来的时候 他就弹气 是吧 他最简单 就是曾经 大家都看到拍一拍 鄭炳迅的肩膀 因为鄭炳迅走去日本 那些游轮那里 就是做事 当他是 他说 你老爸叫我看着你 这个人 在那个时候 都懂得卖这些关系 其实他成名就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 他的办公室那里有一个 有习近平的这个 瓷碟 有大家一起的照片 这个 你叫他做事 你真是浪费时间 但因为这个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 就是做这些 这样的事 当然保安局局长 也都可以有 跟这个保安 跟这个内地的公安 是可以联系 这个 鄭若驊 就是对这个 内地的检察院 是吧 和法院 是吧 很简单 现在做到这里 怎样呢 没有人能够去 请到律师 请不到律师的时候 怎样保护那个权 其实 为什么会这么紧张 就是说第一 你有几个问题 就要解决 第一 如果你说那班人 就是那班朋友 十几个朋友 是偷渡的 那偷渡去哪里呢 是偷渡去大陆 你说不是呢 那如果你说 偷渡去大陆的时候 那就是大陆捉他 是不是 可能他不是 那他能不能够 说得出 第一他是不是偷渡 第二是偷渡 目的地是什么 是吧 那这些都靠 他们去给口供 然后跟律师说的 第二就是 这个偷渡罪 在这个 中国的刑法里面 都分很多级 是吧 如果是这个 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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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给钱坐艇的 就一年 如果不是呢 又会升级的 是吧 2至7年 如果 是这个 组织的 就5年以上 10年 至10年 那如果说中间的情节 比如说 造成生命危害 各样 强奸 这个 抗拒 可能会去到 无期徒刑 所以其实 如果你从 单从一个 嫌疑犯的角度来说 他实际上 真的需要律师的帮助 才能够去 辩护 第一就是说 大陆的法律 香港的人 就不懂 因为大家的框架是不同 是不是 他们就不是无罪推定的 香港就无罪推定的 是不是 就是说 你未被判有罪的时候 你假设是无罪 那个疑点的利益归你 是不是 大陆就不是这样 所以大陆 现在你看大陆的刑事诉讼法里面 对于被告人的权利的保护 比较小 基本上 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 请到律师 是不是你想请的律师 所以其实 在这个问题上 香港人真的要关注 你指议 这班 在政府里面 这班废人 其实他移得 他移得 那十四个人 第一就是 没有眼指干脆盲 也好 或者恨指刺骨 也好 他怎么会帮忙 所以大家应该集中的力量 还是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或者国际的关注 就是说 保障他们的合法和合理的权益 其实你说 请大陆的律师 有什么不好 官派的律师 官派的律师 其实很简单 我问你 你买鞋选 吃饭选 买楼更加选 你不会有一个人 给你一层楼 那你就住进去 你叫这个牛扒 他整个牛杂 给你 你就要 对鞋不对 是不行的 尤其是一个 所谓被捕人 嫌疑犯的口供 那种在法律上的权利 一定是要 他基于自愿 和律师是没有压力之下 才做到的 其实在大陆做律师 不容易 这个 刚才说 任全牛 都已经是非常勇敢 在河南省已经说 你如果做 你可能会有问题 是不是 这个 盧思慧 亦都是非常专业勇敢 就是 如果你 你无端端给两个当事人 我呢 给两个我当事人 都没有请到的律师 其实是不应该的 那你说 在大陆做律师是怎样的呢 其实大家可能都听过 有一些 你不做官办律师的人 就是他不会是去 由政府去指使他 或者是聘用他 去实行这个政府的 对那件案的 这个检控政策的配合 就是公检法一条龙 党委书记座政宗 我都讲过很多次 其实这个也是 大家 是反送中 条例里面最害怕的 就是这个层面 就是说 公安大过检察院 检察院大过法院 那就是说 公安逮捕你的时候 其实基本上 都已经定罪了 受了少数例外 那所以其实 在这个问题上面 我们回过头 看看一些 有良心的律师 709大抓捕 大家知道 大家知道 知不知道大家 就是这个2015年的7月9日 这个 中共突然间 在全国 在两天之内 7月9日 7月10日之内 抓了200多个律师 不是犯 是抓律师 抓了律师之后 做什么呢 就个个就 被这个公安抓了之后 就当然是 经过了一个 以前他们帮人手 去辩护的 这个法律的程序 因为捉了太多人 大家也都 可能 听过有些名字 其实我今天 挑三个人出来 就知道这个 所谓官办律师的恐怖 或者一个维权律师 在大陆的 新宣 或者是这个风险 什么叫做维权律师 其实在大陆里面 公安的这个权力很大 是吧 有这个监视居住 他把你找到一个地方 又说不拘捕你 又没有说 告你 一直长期监视居住 是不是 这样也可以的 那刘霞就很清楚了 因为刘耀波的问题 刘耀波一得到那个 诺贝尔长 他家里就 天天都有一班 这个 你说是公安也好 国安人也好 天天都陪着他 是不是 没有了自由 手机也没有 上网也没有 这个 维权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 有很多老百姓 有些权利要 去保障的时候 他们 当然会用社会 行动的方式 或者是用请愿 和抗议 不一而足 上网就是这么多 那么多个省市 很多人都会走去北京的告状 这个就是因为上网权利 你走去上网就直接告状 其实等于告状 这些未必有效 也很多人都因为这样 就被人捉了 就变成为了自己的权利 行使自己的自由 反而就 没有了自由 跟着那个权利更加进一步 被别人 那中间有很多律师 就去帮忙 我今天讲 这个三个律师 这三个律师 就看到了 你做律师 你去帮人的时候 你自己 是首当其冲 第一个 其实他三个人 都很特别的 就是 他们三个都在709 在两个709被捉了 又聘请了其他律师 三个人互相代表大家 很奇怪的 那你有看到 这个律师被人捉了 就聘请另一个律师去 帮他辩护 那个律师做了 又被人捉了 第一个 说的就是 这个 借仰 是不是 借仰 这位律师 在维权律师里面 是最 在这个湖南省 最有名的 因为他做的东西很多 就是涉及的维权的东西比较多 也都对于这个公检法的系统 在法庭的批评和态度 就认为是最差的 那他怎样呢 他在709之后 709大抓捕之后 他就是被认求 在监狱里面被虐待 去到 去到中间 他就聘请了个律师 这个律师就不是官派的律师 这个律师应该不是 李建光的律师就 见了他之后 就将他在监狱里面 是被认求的情况 说了出来 那当然很红一声 有没有搞错 一个律师在监狱里面被人认求 但是最后来来说 谢阳一都顶不住 所以他在2017年的12月26日 就在那个法院上面 就配合认罪 那就是认罪 就是说其实我错了 我不上诉了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一来固然是有这个 刑求的问题 第二就是说 其实他当日就希望 因为这样的时候 他这个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就要成立 除了轻判之外 就可以保留一个 执照可以继续做律师 那可以继续做 那可以继续做 是不是 那他后来又很奇怪 他又去做他以前做的事情 他就是去代表 另一位的律师 就是代表余文新律师 余文新律师 我一会会说 他就不在709大抓捕 那里是被人捉的 所以他可能就是做了 第二件事了 他做什么呢 现在这个余文新律师 就是代表了黄泉璋 那我不如现在说黄泉璋 然后再说余文新 因为黄泉璋是组组的 黄泉璋律师 他就是 又是在709大抓捕 大抓捕 大抓捕那里是被拘捕 他为什么被拘捕呢 就是因为他是 涉及了很多法轮功的律师 这些官司 譬如 令到这个709大抓捕 会发生的所谓见三缸 的收押所的问题 就是他都有份去 帮忙的 因为江天空律师觉得 你这个已经 废除了这个 收容审查 你没理由用收容审查继续混人 建三缸这个收容所 是没有可能 已经废除了一条例子 你都可以将法轮功的信众和其他人 困在那里 就去建三缸抗议 由这就令到 共产党觉得 这些律师真是很离谱 真是当我们说的是真 要拿一些人出来 是吧 另一个就说在香港注册 做一间公司 就希望在大陆 就成立一些法律的援助站 那三个东西 代表法轮功打官司 建立这个法律援助站 是吧 好了 他怎么样呢 他又被人捉了 立即 就在709 就是2015年捉了 捉了之后呢 一直困了三年半 因为王全璋 比较硬的人 困了三年半 都见不到 他的老婆 这个大家都可能记得了 他老婆叫李文竹 李文竹呢 就带着那些子女 整天都是千里尋夫的原因 就是他在北京住 由北京走到天津 有段路 他走到天津那里 看守所探望王全璋 或者去听审 最后他就听审了 是吧 隔了1200天才审 王全璋 曾经给了律师他 王全璋 带上秘密审判的时候 隔了1200天 在三年半之前 受审 那些家属妻子 全部不可以听 那上庭呢 王全璋就说 喂 我不要这个律师 这个律师 不是我请的 是 你们给我的 解雇律师 王全璋本身自己是律师 那当然可以自便 这没有原念 所以王全璋 终于判了四年半 运了三年半 才判四年半 跟着 他的太太李文竹 才可以探望他 但是探望他 也有很多问题 申请了很多次 到最后 王全璋差不多放的时候 才可以见到他 这个你说 一个不是官派律师 而是帮老百姓去打官司的律师 那个坎坷就在了 王全璋 他曾经接受访问 即是出回来之后 因为他 他出回来之后 都不可以留在北京 把他赶回到济南 济南市 因为他的组织在那里 他曾经说 我见过很简单 就是这个 任意判罰 和任意这个定罪 和任意这个家刑 因为他本身 在最初的时候 是说他 这个 尋印知事罪 怎会无端端 一间救救客 就变成了一个 颠覆国家政权罪 是吧 这个就是 我们现在 香港也很多 无端端 闭一声 一间就变成了 暴动罪 或者 无端端 你做了一件事 就变成了危害国家安全罪 也有 这个当然是 讲了整件事的重心出来 而这个 余文新律师 就怎样呢 因为他在 2015年 就没有被人拘捕 所以呢 他就代表黄泉璋 大家记住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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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洋 謝洋就是 代表余文新 放出来之后 余文新就在 黄泉璋的案子 代表 黄泉璋 这个你想想 是不是 謝洋出来了之后 表面上改改置身 都要代表余文新 在2018年被捕 为什么会被捕呢 他都应该是维权律师 他做的事就是 他就说呢 第一他代表黄泉璋 就是 做一个不是官 不是这个 官派律师 但是他又代表不到黄泉璋 因为有阻撓 你拿着那个 所谓 这个 公正书都没有用 代表不了 其实 又有做法轮功的 这个官司 他做了什么 令到 他会被捕呢 除了代表黄泉璋 和法轮功的官司之外 其实他在2018年 大家可能 如果很记性 我们 在2018年的 1月 那天 应该是1月8日 我记得 就是 因为10日 还是白暗 就是突然间 看到的 有段影片 我不知道是不是 隔壁有些人拍下 就是余民生律师 就送个 小孩去上学的时候 突然间一些公安 一些类似公安 国安人 那余民生律师 不知道做什么 突然间打了他 就是打了他一下 他当时就 以为 余民生律师 如果打了他一下 可能就会 被人家说 这个 沉浸滋事 或者那些罪 原来不是 又是颠覆国家政权罪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出门口之前 就刚刚 就发表了一篇文章 就说要修改宪法 是不是 要修改宪法 修改宪法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说 认为 这个应该用差额选举 国家主席的意思就是 就是 这个 不能够 好像现在这样 一个人做了 一个党拥护一个人 这样就搞定 军队应该由国家拥有 而不是 有个党用军委 用共产党的军委 指挥军队 这些其实本身 在西方的政治学上 都是一些常理 因为他提出了 这个修改宪法 当然要做 就是等于 刘耀波提出 这个 零拜宪章一样 这个 他还控告公安部长 濫捕 我不知道 是不是 因为他代表黄泉璋 那件案 提出了这样的控告 当然这个 这个是非常之 对于 共产党政府来说 觉得他很离谱 所以他捉了之后 在2020年6月被判刑 但是在2020年6月被判刑之前 又是没有律师 就算这个 邪洋说要代表他 都搞不定 邪洋说要代表他都搞不定 当你傻的 那 那 那 结果是怎样呢 他就 判刑了 那他就上诉 那他就上诉 就是他的太太 許燕 由头到尾都看不到 邪洋可能都看不到 是吧 那 2020年被判刑之后 判刑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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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判刑四年 那 就 在8月 他就要 上诉 因为要上诉 他不认罪 那 他自己也是律师 他自己上诉都行 那 在8月就上诉 就找律师 要见律师 那 他就 告诉律师 就是告诉律师 就是说 哦 中共是威胁 这个 说要他的家人的安全 就是他的太太 许燕 又是 又是和李文竹千里尘夫在一起的了 大家都可能在很多的 电视的 这个 新闻片段 都见过这两位 非常之 堅毅的女士 就是说 喂 逼他 逼他认罪 你想想 整件事就是说 整件事就是说 所谓的 这个 大陆的法治 可以给律师 你保护你的权益 其实是 不存在的 如果大家不出声 更加 这个 那十几位 现在在盐田 看守所 被扣押的人 他们的遭遇 他们得不得到 这个法律公正的对待 是 大家可以想到的 所以 在现在的时候 我们应该是掀起 更多人关注他们的 命运章 这件事 是说给更加多人听 你看 王全璋和余文新 一个放了一个 现在还在坐牢 都是一样 自己是律师 不能自便 自己是律师 反而是因为 行使自己的 这个 天职 去为客户 去辩护 为社会的公正 公义 尽力 为这个 法治尽力 就被人家 拿去坐牢 大家听完就知道 所以 没什么特别的了 如果大家真的要 帮那 十几位的 朋友 就是要继续 就事论事 继续出声 令到这件事 不要被人遗忘了 也都希望 刚才说的那两位 盧思维 任全牛这两位律师 或者其他的律师 就可以 早日见到他们 他们 能够帮到他们 也都将他们的情况 是 告诉大家 让大家 更为安心 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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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